我姓黃,我叫黃榮敦,從花蓮來 然後我常跟大家講說認識我基本上有一個好處 萬一你們到花蓮去流落街頭,沒地方住,盤禪不夠,沒有辦法回台北 那個後車站,花蓮火車站,走後車站出來看到Same Eleven 旁邊就是我家,只要看到門口兩個老人家在那裡聊天 跟他說你是黃某某的志工,你就可以混吃著不要錢 這樣聽懂嗎? 然後我們家因為有很多空房間,所以混住的也不要錢 那我的辦公室叫做什麼? 花蓮縣青少年公園組織,叫做台北好人會館 所以台北仁愛路杭州南路口,就是那個交通部對面 距離總統府大概只有三分鐘到五分鐘的地方 我的辦公室在那裡 那我的辦公室有二、三、四層樓 不是我很有錢 因為我在賣菜,我實在是沒有錢 可是我在我租的房子的樓梯間就開始賣菜了 聽得懂嗎? 就是台北仁愛路的公寓的樓梯間,把人家拿來賣菜 基本上是違法的 這樣聽得懂嗎? 就是他家如果住樓上,他是會打電話叫警察怎樣? 來抓 這樣聽得懂嗎? 那我就在那邊賣菜 那因為我在樓梯間賣菜 所以我的房東忍耐了一年 越來越生氣 然後就跟我講 你如果不把樓上一起租下來,你就滾蛋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我這個賣菜就只好把二、三、四樓把它租起來 那本來我的辦公室只有台北的一個二樓 那我長期在花蓮做這個青少年的工作 我一點也不想去台北 雖然我在台北讀書 也在台北工作 在台北談戀愛 但是我一點也不想去台北 我很想回花蓮服務我自己的鄉親 那我曾經有一個機會負責79年台灣的國家品質樂運動 那個活動很有趣 那個年代台灣做的這些東西沒有人要買 甚至電影上演一個電影就是一對情侶在走路 然後下大雨突然刮起風 然後那個男生就把那個雨傘打開 然後風一吹就把那個雨傘給吹開花了 然後那個女生就說什麼你知道嗎? MIT 那個年代台灣的品質就像價格很便宜 然後讓人家以為這個東西就是廉價品品質不好 所以當時的政府跟民間大家一起想做一個辦法 說我們能不能把品質提升 然後讓台灣的這個東西能夠被尊重 價格上也可以被反映 那我剛好有機會做那個事情 做那個事情之後呢 我就開始心裡就變得不一樣了 以前我都常認為說我自己如果可以做一個社會上的小螺絲釘 我已經有所幫助就很好,很幸福 因為我竟然可以替國家做一件大事 那我如果可以替所有的國家做一件大事 我那個很爛的花蓮 為什麼不能回去我自己的家鄉來做一些事情呢? 所以我就很想回去花蓮幫忙 所以我畢業之後就當然有機會我就往花蓮去創造工作這樣 那事情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我在幾年前跟花蓮的縣長傅坤起吵架 我跑到花蓮縣長傅去念經 念經聽得懂嗎? 念經不是像現在這樣看書 勇敢的看啊 因為你們各有你們的前途 我知道 所以去查你們的資料沒關係 我拿了一個墓魚 還有那個波 你知道嗎? 然後就去縣長傅門口坐在草地上 然後開始念經 那傅坤起吵架是花蓮的皇帝 沒有人會這樣對他 然後我跑去那個縣長我們前面念經 那當然那個縣長快瘋掉 所以後來用很多律師告我 然後迫使我不得不離開我的故鄉 或者說我搶救了一個古蹟叫慶修院 那我到現在並沒有真的離開我的故鄉 我幫忙還是叫做花蓮縣青少年公園組織協會 大家告訴我說 你為什麼不去成立一個台灣的好人運動的一個 推動的委員會或者協會 或者成立一個全國的組織 我就是不要 我是不想讓我的同事或我的朋友 忘記我是花蓮人 所以我的幫忙是母體還是叫做花蓮縣青少年公園組織 那因為那個311日本地震的時候 我在台北召開一次救災會議 因為花蓮的一個日本的古蹟叫慶修院 你們也許去過也許沒有去過 反正去花蓮你會去天祥太魯閣 你會去松原喝咖啡 然後你會去看一個日本的廟嗎 那大概呢 這三個地方都跟我有關係 那我以後後面再跟大家講 那因為那個情況 我在台北召開了一個日本時代留下來的佛教的寺廟的會議 那那個會議後來當然也沒什麼成功 就沒有人理我這樣 但是呢 我後來就 倒真的把這個鈴鳩山的米捐了三百多萬送到日本去 但是那個會議結束的時候 剛好下雨就從那個東河禪寺那個地方走出來 東河禪寺就是台北市仁愛路 很奇怪 那個地方竟然有個地方掛了一口鐘 像古蹟可是旁邊又沒有廟 那個其實就是東河禪寺的一口鐘在那裡 那東河禪寺呢 如果各位看起來是沒什麼人文素養 所以不會知道東河禪寺是什麼東西 那有沒有這種人文素養知道東河禪寺是什麼 日本時代在台灣有幾個宗教的大的山頭 其中一個叫林祭宗 一個叫曹洞宗 曹洞宗在台灣創立的第一個佛教的中等學校 就是現在的太北中學 那一所學校就是由這個寺廟所捐助的 那你想在日本時代能夠捐助一所學校 成立一所學校 就可想而知它大概就是當時的慈祭了 這樣同學聽得懂這個意思嗎 但是台灣光復之後 這個廟的很多財產因為是日本人的 所以這個廟的力量就一直一直不斷的消失下去這樣 那我在那裡就跟那個住持師父 那個師父已經不在了 死掉了 那我跟他講說 我們一起都得到過日本人的幫忙 那日本人受到這樣的災害 我們是不是出面來邀請 一樣在日本留下來這些中派的寺廟 大家來發動什麼事情這樣 那師父很贊成 但是後來那個會議並沒有什麼成就 那個會議結束出來走在路上就看到那個 杭州南路那裡有一個房子 所以就租了現在的辦公室 那個辦公室租得很便宜 在仁愛路上我一直以為大概要四萬多塊 結果那個房東只租我兩萬三千塊 所以我就想說 我每次到台北來 半夜要開車回花蓮 那有一次回花蓮的時候 那個車子開在那個北宜公路的那個邊坡 就這樣開開開開開開 我也沒有打瞌睡啊 不曉得為什麼那輪子會去撞到那個護欄 然後就砰砰 右邊的兩個輪胎同時爆胎 晚上兩點 在北宜公路有點高度 看月亮看星星特別特別的明亮 嚇醒了 還好沒死掉 然後拜託人家去叫那個車行 半夜去幫我把那個車子輪胎換掉 然後我看到那個房子就想說 好吧我應該租一個房子 這樣可以嗎 哪有人請交代的人來演講 在講這種這麼瑣碎的事情 租了那個房子之後呢 我就想 我自己在台北需要一個落腳的地方 可是花蓮 比花蓮更遠的台東 台中的人可以到台北辦事 當天就算八點鐘回台中 也不過是晚上十點 那台南平東的人 如果到台北去辦事 他沒有辦法回去 所以我合不保的辦公室 一直保持像在慶秀宴的日本寺廟一樣 把那個地板插著 比你們的桌子怎樣 還要乾淨 這樣聽懂嗎 那為什麼要擦那麼乾淨 因為如果是台東來的 或者花蓮來的人 晚上去住旅館很貴 所以他必須要半夜都要趕回花蓮 那如果地方可以免費的怎樣 打地鋪 那不是我心裡的願望嗎 叫我花八百塊或一千塊 我可不太願意去住外面 我賺的錢很少 那跟我一樣想法的人很多還是很少呢 交大的同學你們的父母親 大概很少有那種家庭收入一個月在三萬塊錢以下的吧 或者兩萬塊 或者有一種人更慘 其實是沒有收入 你們有面對過沒有收入的情況是什麼意思嗎 沒有收入就是零嘛 那個人看起來笨笨的 他上班工作不太好找 他兩萬塊錢的薪水 你交大畢業裡兩萬塊錢的薪水滿意嗎 可是只有兩萬 兩萬是零的幾倍 兩萬塊錢是零的幾倍 他沒有收入,你有收入 你的收入不多只有兩萬塊 你的收入是他的幾倍 無限多倍 無限多倍 如果不去感受一下那個所謂的沒有收入跟欠錢 我們不會知道台灣有很多人生活到底多麼辛苦這樣